今天是8月2号 现在是晚上的242点37分 我们来看一下全球股市的情况 如果大家看了以后心里会很慌 A股今天下跌幅度不是很大 只跌了一个点一个多点 但是全球其他市场 几乎用大跌暴跌来形容不为过 晚上的美股三大指数 目前跌的最多的是阿斯达克 已经超过了三个多点 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跌幅 明显的我们看到他已经破位了 数一个加速的下跌 欧洲股市包括我们亚洲股市都在大跌 全球股市一下子感觉就要崩盘了 原因是什么 其实我也跟大家说过 那么他对A股的影响会很大吗 会不会使A股也出现大跌 还有就是盘后我们的高层放出来利好 我觉得有两个特别重要 盘后的利好是比较多的 有两个的话 直击我们A股的核心 一个是增量资金 另一个是什么 盐监管 可以去看一下到底是啥 对整个A股市场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盘面做一个技术解读 在之前评论区一波支持一下 觉得我讲的有你的点赞加观众 A股下周想要稳住的话 重心在哪里 这是大家想问的 但是我讲完后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后 或是在今天我们A股市场出现的重大的消息 说真的 我觉得 A股真的要有大动作了 什么大动作呢 前几天大家看到一个理性的副村长上来了 一个方性的副村长下来了 这是不是一个信号 是一个动刀的信号 可能我们的相关 广业要什么要有大动作了 好 我们时隔两天 大家看一下 又出现了重要的信号 什么信号 上交所的一个领导 今天出了消息被查了 不仅是上交所的一个领导 还有什么 还有深圳监管局的一个领导 也被查了 这透露出什么信号 好像就是我们的理性副主席上了以后 动作就频繁了 刚上来就是什么 就两个大佬被查了 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的市场 要刮骨疗伤了 大家都知道 A股总统也不涨的话 除了我们市场出现的什么所谓的 做空 融资 融券 转融通在吃饭 我估计跟某些领导的 是吧 不作为或者违法违规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对我们A股来说 就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那么肃清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 违法违规的一些人 A股会不会起来 我觉得是会有机会的 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信号 好 当然这个的话 有些人说只是一个什么 只是一个面子上的一个事 可能短期 影响不大 但是我告诉你 告诉你 下面这个利好 就是真正大利好了 什么利好 沙特500亿美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500亿美金 相当人民币现在多少 你看一下 人民币现在对美元的汇率是多少 是7点几的 我们看人民对美元的汇率是7.16 那么我们就算了7对吧 500 3,500亿 对不对 500就3000多亿的什么增量资金 这个是增金本银 所以 这个资金进入我们中国的金融市场 对我们一些行业是不是会形成一个巨大的机会 有人会问 这500亿美金会涉及到哪些行业 等一下我们具体来说一说 好 除了这些利好之外 还有利好 什么利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人民币目前的一个走势 我们看一下人民币兑美元 发现没有人民币兑美元 我们人民币今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上涨 美元弱势人民币强势 那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人民币进入了资金的一个什么 一个重要的一个买入阶段 所以人民币的强势会什么 会吸引更多的资金来回到我们中国市场 大家都知道美元在9月份降息的概率 已经超过了九成 美元的弱势就会让人民币更加的强势 你看美元的话 现在是103了 最高是106 所以美元的大跌 美元的弱势的话 对整个金融市场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影响 所以美元的一个弱势 导致了全球股市的一个大的一个什么杀跌 你看亚洲股市 日本股市 包括其他股市都出现大跌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影响 那好 我问我们的A股是属于什么 是属于低位 现在我们庆幸 庆幸我们的A股是属于低位 如果我们的A股属于5000点的话 会怎么样 那我告诉你很有可能复制2014年 2015年那一种股债的行情 那有人会说股债还更好了 是吧 股债这个 不像现在那样温水煮青蛙 我那我只能说你没有经历过股债 你不知道那种痛苦 开盘就跌停 开盘就跌停 你买都你想卖都卖不出去 你就会 你就会知道那时候有多痛苦 所以很多股民不没经历过 他以为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温水煮青蛙的 觉得这种情况是吧 特别难受 但我告诉你 如果你经历过2014年2050 那种股债 你就会知道了 特难受 一开盘你的票就跌停了 你动都动不了 第二天开盘又是跌停 你想想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现阶段全球股市 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甚至说全球股债随时都有可能 大密集爆发 现在像有些 有些地区的话 已经是爆发了股债行情 像日本的 对吧 他就是股债行情 短期你看连续大跌暴跌 这个不是股债是什么 那全球跟随美股上涨的这些市场 这段时间 大家都要注意 都要小心了 提醒大家 比如说所谓的蜡子ETF 标普500ETF 还有日金ETF 美国50ETF等等 这些我觉得大家能不操作了 尽量的不要操作了 因为你去的话很有可能是吧 短期遭受巨大的损失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有些人还是不理解 我们就拿日金ETF来看 大家看一下 他的走速 你发现没有 今天是暴跌了4个多点 如果你在高位接盘的 你想想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 现在心情肯定不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仅是日金ETF 刚才讲的蜡子ETF 美国50ETF 这些说的美股的下跌 或者美元的下跌 他都有可能出现大跌暴跌 会形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好 全球股市大跌的情况下 我们中国股市又是吧 又属于一个相对低位 而且高层在放利好 那么放利好的话 原因是什么 稳住市场 所以你看对吧 我们 从政策面 他要什么大力的维护市场的 稳定 你后来在增量资金上面 我们又迎来了什么迎来了队友 所以A股下周战跌的话 大家觉得我们市场会不会是吧 会不会起来的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不说别的 就是在周 在周五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下午 A股出现跳水的时候 跳水撒跌的时候 但是你发现没有 我们的国家队 其实他也动手了 他动手的对象就是这个的 互生300 ETF为代表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互生300的一方达基金 对不对 你看下午尾盘的事是不是放掉了 我们再看一下 其他的也是一样的 互生300的ETF 大家看一下 这个基金在尾盘是不是也放掉了 说明什么 说明在下午下跌的过程中 国家队还是在稳 还是在护盘 当然这个护盘不一定会得住 但是动作已经很明显了 就是如果你在大跌 你在暴跌的话 它还是会有所动作 所以在操作方面 我们要注意 在这种行情下 A股很有可能在周一 面临着前期低点2865点这个挑战 但是我觉得国家队很有可能 再次出手去护盘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 跟紧节奏就好 跟紧市场的焦点就好 不要盲目去追高 不要盲目去顶 这个是我强劫的很多回的 强劫很多次的 好 全球市场出现大跌暴跌 对很多板块是什么 是有风险的 大同学的对有些行业是有机会的 那么这个机会在哪里 毫无疑问 看这里 这个是晚间的走势 大家看什么 这个是纽约金的走势 纽约金再创历史新高 那说明什么 说明全球股市在大跌的过程中 以黄金为代表的相关行业 赢得资金的关注 说白了就是避险 所以纽约金创造历史新高的情况下 那相关的行业是不是会起来 我们的黄金概念是不是会起来 所以这个方向很有可能在接下来 行情当中成为市场资金的一个主要对象 大家看黄金概念在经过一段时间调整后 它本身这个调整幅度也是比较大的 我们可以看到 从最高的298 2300 但是最低的什么1800点以下 其实这一波调整的话 是吧 500点的跌幅 500点多少大家知道吗 20多个点的跌幅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黄金概念调整20多个点 那个股的话肯定是是吧 很多调整不准20多点 这个不就是机会 我们可以看一下前期人气农头票 来生通灵 这个票的话在周五下午突然就拉了涨停 我觉得跟全球市场大跌下跌有关系 另外我们看来位置 这段时间它是不是属于一个什么 调整的低位 它这个位置几乎是这个启动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你看123456789 再连续9个涨停板 它几乎又跌在云南那位置的 跌回来了 那么现在有没有机会暂时涨回去 其实还是有这个什么 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不说这个涨了这个10板9板 那我觉得短期仪的超纽反弹还是有的 所以以它为代表的黄金概念股 在下周很有可能卷土从来 成为资金关注的一个主要对象 当然除了它之外还有一些 其比较好的一些位置的票 我觉得也会出现一个超纽反弹 你比如说像什么 龙透像小城这些 你看近期的走势都是比较稳的 有机会是吧 继续走向 你像绿龙股份 它就是什么的 属于一个强势的上涨 所以黄金相关板块的话 近段时间调整比较充分的 很有可能走出一个什么 一个快速的一个拉升行情 尤其是像这种腰股系点 前期股性比较活跃的 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很有可能在短期迎来一个大的 一个爆发 重点是什么 重点我告诉你就是什么 前期的一个人气农合票 前期涨幅比较好的票 值得大家特别留意 特别重视 好 那除了黄金之外 那与之相对应的一些品种 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 就是有色金属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可能也会被他带起来 当然 其他方向的话 目前还是什么 还是 会有调整的预期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刚开始的问题 沙特来了 500亿美金投资中国金融市场 那么他投资会是哪些方向对吧 我觉得大家要注意这几个方向 沙特投资的话 首先他第一个要投资的是什么 他应该是跟能源有关的 对吧 他们是石油 那么他不会投资我们石油 他会投资我们的什么 新能源方向 比如说离电池方向 比如说光伏产业链 所以以林德时代为代表的离电池方向 是不是会在短期迎来机会 迎来资金的一个入场了 我觉得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我们要注意离电池板块的走势 这段时间你看 他们的位置其实是比较低的 是比较低的 从目前的盘面看 很多个股都已经调整比较充分了 那在操作上面大家可以考虑潜伏 尤其是近期一些调整比较充分的 以后短期 又有量能起来的有抄底的 那他会有机会 迎来一个动作 当然 光伏概念我们要特别注意 光伏概念是我们现在应该说 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势项目 近段时间他走势也是比较差 比较弱 那么这个方向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什么 出现上涨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 今天他有多次票出现涨停 你像这个票的话 就是短线的一个机会 出现一个连续走强 连续拉升 好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像这个大业股份 他也是出现一个吗 出现一个上涨 还有这个风华股份 他也是出现上涨 综艺股份也是这样子 所谓一个底部反弹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光伏 新能源这些方向的话 他由于这个这段时间人气比较弱 并不是市场的主角 所以我们要参与的话 尤其是短线选手 要参与的话只能参与这个核心农头票 后排跟风的就不要去了 那么很容易高位接盘 高位站长 还是大家注意的 好 还有一个就是重点了汽车 汽车的话 是作为我们国家现在的一个优势品种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新能源车 我们是我们出口全世界第一 以前都是日本的 都是欧洲的 都是美国的 那我们的新能源车现在已经出口了 世界第一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制裁我们 欧洲要制裁我们的运营 所以萨套来了 他也是投资相关的一些品种 投资相关的品种 那对我们的这个行业来说 就是一个重磅的消息 一个重磅跳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新能源车这个方向是重点 是重点 一定要跟进 一定要咬住 大家有没有跟住 有没有咬住 你看在周五的话 在A股所调整 所以撒低的情况下 那也有多支票涨停 涨停的票还是比较多的 所以这个方向的话也是有机会 继续上行的 当然 除了这些之外 A股能不能锁住 最关键的 我觉得还是什么 它是我们的大权重方向 能不能稳住 重心占正确 正确在周五 收盘是出现撒跌 出现挑嘴 大家看一下 跌幅不是特别大 跌了两个点 缩量下跌 但是很多一下子就揪心了 一下子就担心了 但从周五的盘后又出现了利好 什么利好呢 重组的利好 国金正确 还有就是什么 在昨天出现的国盛金库 所以你发现没有 就是我们的证券板块利好 特别多 重组的进程在加快 所以我暂时强调大家 证券板块是接下来A股能否稳住 能否大涨的最核心的方向 如果证券板块不稳的话 A股很可能跌破2900 不能前期跌进去 但是现阶段能够稳住大盘的 只有证券的 再加上盘后又有利好 也是关于证券方向的利好的 对这方面来说 我觉得大家是需要注意和重视 在操作上面正确板块 其实大家只要记住 我说的两个字躺平 有重组预期的票 或者说一些行业里面的龙头票 做一个潜伏做个躺平就行了 大家记得吧 前两天出了传闻传闻是什么 中国银河和中金公司要什么 要重组 按理下中国银河他这段时间是不是很强 那么这里的话 说量回产借这个回产 那大家觉得可不可以潜伏 是不是机会 所以我一直强调大家 这个方向你不要纠结 你不要担心 你只是要找准位置就行了 去做个潜伏 去做个跟踪就好了 并不需要做其他的 综合来看 A股的走势 很多的位置都是表低的 包括一些其他的品种 房地产白酒这都是很低的 所以我们相比起全球 那些高高债上的这些股市来说 它是具备很大的什么 抗跌性的 至少我们不会像日本一样的 对吧 我当日出现5到6点暴跌 我觉得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 短期可能会沉压 但是中长期就是重磅的利好 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 所以在操作上面大家 下周就做好准备什么准备呢 如果你要抵仓的 你要抵仓的 可以考虑 急跌急撒了一个低点 做一个是吧 做一个补仓的一个动作 你要急拉冲高了 我们减仓 把补仓的卖叫做一个日内的T加零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就说下周A股 大概就会走出一个什么 走出了一个是低开高走 或者说低开往下压的一个什么 后面一个冲高动作 这就是大家做差价的一个好机会